就是說我們有個細鎖 所以第一個把這個欄做出來 第二個請你在上方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記得游標就放在這個資料裡面 這個範圍之內就可以了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資料是不是從A1 A1到C C欄的52 對應該沒錯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只要會利用樞紐分析表 統計結果就出來了 那怎麼做呢 請你在右方這邊不是有一個 樞紐分析表欄位嗎 請你找到有底下這邊有一個叫細鎖 請你把這個細鎖 這個選項拖拉到列 再把細鎖拖拉到直 也就是這個細鎖做兩次動作 一次是先拖拉到列 那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摘要一下 這邊的話 幫我取出那個不重複的資料 哪個細 然後呢 再幫我把細鎖 這個拖拉到直 幫我算一下 他的數量個是多少 他會幫你統計出來 你可以看到在左手邊 就會出現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哪一個科系的最多 你可以看到其中最多的 地理系 以往好像都是 不外乎好像我印象中 選課最多好像真的地理系 好像化學系也是 常常都是排在前面的 那到底前 比如說前三名 我們選課同學最多的前三名 是哪 前三個 那怎麼辦 其實最後我是建議 你再把游標放B4 做個排序好了 排序的話就是資料裡面 有個Z到A 這樣幫我重新排序有什麼好處呢 那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科系的學生是最多的 Z到A一下 有沒有發現 所以一下子就有答案了 前三名就是地理系 英文 英語系跟積電系 其次的話就是化學 化學系同學 數學系 國文系 有沒有這幾個科系 都會出現了 那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原來 我們 會選我的課同學 大部分都是 哪一些科系同學是最多的 那這個時候樞紐分析表 其實馬上就可以 幫我統計出結果來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OK 所以特別說 我再把重點 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我把它先刪掉重來一遍 一 游標放這個範圍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OK 二的話呢 細鎖拖拉到列 細鎖拖拉到尺 OK 然後呢 再把游標放在B4 做資料裡面的力道A 排序這邊有力道A 這樣的話 它就會 幫我 按照 這個數量的多寡 由多的排到少的 那我就可以馬上抓出 數量 因為主要我是要看數量多的嘛 OK 力道A 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樞紐分析法真的太好用了 也就是你前提你要先有 所以啦 其實未來很常會遇到就是 第一個 你要先產生你需要的那一欄 OK 因為我要統計的是細鎖嘛 所以我就是 先產生細鎖這個欄位 如果你有這個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數量分析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很抱歉 你沒有辦法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這個班級 來當成來源的欄位呢 其實你試試看啦 得到一定結果一定會讓你失望的 為什麼 因為 數量分析法沒那麼聰明啦 你就是要先幫他分割好資料 再餵給他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數量分析表這樣你就會用了啦 我覺得數量分析沒有這麼不方便 主要是概念問題 OK 所以我先產生細鎖有沒有 再利用這個拖拉的方式 好 那最後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畫一個比例圖 如果比例誰多誰少 哪個方法最簡單 那你們可以從那個樞紐分析表這邊 上方有一個叫樞紐分析表分析這裡有沒有 這個選項 游標放這邊嘛 然後呢 一樣 找到上方有一個叫樞紐分析表分析 在這邊會看到一個叫樞紐分析圖啦 如果我希望畫一個所謂的圓形圖的話 比例圖到底哪一個佔比最高 當然如果你看數字 看的其實不是那麼友善的話 當然畫圖應該是會更直覺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把這個數字表格變成一個圖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是先選擇上方這個樞紐分析圖按下去 接下來的話它會跳出說呢 請問一下你要畫哪一種圖啦 這邊一堆啦 不過我們選比較簡單沒有圓形圖好了 直條圖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是感覺就是一個數量 它沒有辦法顯示出比例的多寡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圓形圖 其中的話我選一個比較單純這個好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這個系所的佔比統計 它就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啦 這個地方不是有地理系有沒有 那就這一個 英語系就這一個 激電系就這一個 有沒有數學系就這一個 那其實還蠻快 頂多是說你可以在這個上面的標題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我的習慣是把它改變成什麼 系所佔比統計好了 不好意思 這樣OK了 把它改一下 頂多再點一下框框 點框框做什麼呢 把切到常用裡面 把字放大好了 大概我建議大概20號字吧 20號字 然後字把它變成紅色的 有沒有 然後變粗體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明顯 細所佔比統計 這樣感覺好像越來越有那個 有沒有 本來是一個很複雜無序的資料 馬上就親切起來了 但不過最後啦 好像有同意說 老師可是這個有點缺點耶 什麼缺點 我還是要看這邊才能知道這個顏色是什麼 可是它有些顏色還蠻接近的 看得很累耶 可不可以直接在上面幫我加標籤 有沒有 直接做一個箭頭 這個就地理系 這個就英語系 這個就基電系 有沒有 很簡單的 你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新增資料標籤 直接找到一個什麼 新增 我是建議它有兩個啦 新增資料標籤 有什麼資料標籤跟圖說文字 其中的話呢 新增圖說文字比較簡單 我們要推薦 圖說文字有個缺點 它 你們等一下試就知道 按下去 它 會出現 但是它的缺點是怎麼樣 它這個有點太大了一點 看起來其實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太好看 可是啦 基本上滿足我們的需求啦 OK 如果你不挑剔的話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方式 那你說老師 那我希望漂亮一點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新增 Ctrl Z 你可以按右鍵的時候 選擇新增資料標籤的資料標籤 但是它的缺點是怎麼樣呢 它會變成這樣子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還要再做很多的設定 比較麻煩啦 所以我們還是Ctrl Z一下 我們還是先乖乖的先用簡單的好了 至於複雜的之後再講 我們今天不要講太複雜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圖說文字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也許 大概你們就完成到這個 樞紐分析 跟樞紐分析圖 大概就OK了 那給各位一個思考 如果呢 我又希望 所以這個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名稱 把它改一下 這個名稱的標題名稱 我把它複製一下 比如說這個名稱 把這個名稱用來做什麼 Ctrl C 然後把它改這個工作名稱 它就是 係所佔比統計 那如果呢 考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呢 我希望統計出 嗯 到底哪個年年期 哪個年期 最多 那你會發現 這個版籍裡面還有一個資料 它在後瓜湖後面 有一個年期 這個是三嘛 這是二 這是四 所以哦 我們又可以多一個 欄位叫做 叫什麼 叫年期好了 年期好了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 選課的同學 哪一個年期 哪一個年期 最多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資料 剛好在什麼位置 剛好在後瓜湖 在下一個字 所以哦 你們思考一下 這個答案也許下一次再講 在後瓜湖哦 在下一個字 那我應該用哪個函數 可以得到 這個字 不是叫你選Ctrl C Ctrl V哦 不然的話 你要C Ctrl C Ctrl V 那你要做51 51個51次耶 OK 有沒有 我要把這個2 直接把它call out 不是叫你C Ctrl C Ctrl V哦 是要你去想一下 哪一個函數 應該不只一個函數 可能要兩個函數 那當然提示一下 第一個函數就Find Find函數 Find什麼 Find 後瓜湖的位置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取得 後瓜湖的下一個字 所以需要第二個 提示一下 那個函數不是Lapt 因為Lapt也不是Right 它是在中間 所以有個函數叫Mid Mid 從哪個字開始去算你要取幾個字 所以有一個函數叫Mid的函數 OK 所以你們可以先玩玩看 然後最後的話也許類似統計出哪一個年級的最多 並且也是一樣 畫一個叫年級佔比統計圖出來 這樣的話其實應該也不難啊 但是你就可以很快知道說 到底班上哪一些同學最多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個部分 先練習看看 那這個因為今天的這個練習題啦 剛剛你們看到 我是建議將來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帶個隨身碟 因為將來如果你假設沒有隨身碟的話 比如說今天練習你就沒辦法存了 像存檔的話我是建議 如果像我是都習慣把它存在隨身碟裡面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講這個年級的部分該怎麼做 你們試試看 如果可以解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呢 你基本上函數概念就是清楚的 如果不行的話呢 那表示說你函數可能還要多加強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會先從文字與書要函數開始 所以下一次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會再利用範例的方式 那跟各位介紹函數的使用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你擔心說 你在學習的部分會比較跟不上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回去 先找一些有關Excel函數的使用相關的書籍 先稍微了解一下 或者是不一定看書啦 網路上其實也蠻多影片的 也許你網路上影片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那今天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OK 這個部分的話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一下 年期的部分要怎麼做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